民众在入口处要先扫描QR Code 完成实联制才能进入市场 在摊位消费结账前还必须扫描QR Code 完成实联制才行 金融七堵最大的市场南新市场5月30号副业 金融市政府方面与商圈自治会合作 限缩出入口进行人流管控 同时禁止入中摆摊 金融市场牛昌一早就到现场视察 还示范市场采买防疫三招 不吃不摸不聚集买完就走 不只消费者实联制 摊商本身也必须在营业前 先到自治会完成实联登记才行 将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我们的斟层是很不利 我们的斟层是很不利 很不利 以10联市周围的疑问 如果来的斟层6点多 就开始都去刷QR Code 定期 定期把那些货货货 都定期货货货 我发贴质 大家都打 今天都打紅色的 代表他有去刷 不打貼紙的就是不去刷 就是要來刷才可以營業 尿昌表示 七堵南新市場 是全國第一個 採取十連制的戶外傳統市場 在商圈自治會合作及攤商配合下 證明傳統市場也能做好防疫 他也強調 如果傳統市場都無法管理 又如何執行四級封城 傳統市場雖然很難管 但是是有辦法可以管的 那如果連傳統市場都管不好的話 那怎麼執行四級封城的這個計畫 所以剛剛理事長有講 我們的攤商大家都非常的配合 一大早六點就到這個管理室去領QR Code 然後有領有刷 然後有貼紅色的貼紙 那因為我們這邊的很多的攤販 不一定是我們基隆在地的攤販 所以我們要求這些流動的攤商呢 他也要採取實名制 就是每一天在這個菜市場 這個販售的這些攤商呢 我們也要知道他是從哪裡來 然後他是在哪個攤位擺攤 所以傳統市場是可以管理 今天可以復業啦 辛苦的 辛苦的 那天開會 區長也好 感恩 感恩 感恩大家 對於修飾多日的市場人復業 攤商非常感謝 也認為疫情當前做好防疫工作 才能保護自己與消費者的安全 比較好嗎 會不會很麻煩 不會 人比較好管理 人比較好處理 人比較好控制 對呀 大家都安心啦 因為都大家這樣吃起來也安心 大家要把防疫做好 全島一命 在入口跟入尾把它全部圍起來 讓大家一定要從單一的入口進入 這樣比較安全 由於是假日不少人都到市場採買 不過人潮與之前相比已經少了一大半 對於市場這些防疫措施 採買民眾也能認同 這樣是比較安全的 比較安全 對呀 牛廠也呼籲民眾自主分流 依身分證尾數 單號單日來 雙號雙日來 如果做不到就要強制執行 醫院要降載 傳統市場的人流更要降載 要降低密度來減少群聚 我也在這邊特別呼籲 那民眾能夠自主分流 那可以參考大家的身分證 字號的尾數 單日單數 雙日雙數 分流採買 那我們會觀察一到兩天 如果大家沒有辦法自主管理 自主分流的話 我們會採取強制執行的一個方式 南新市場已經是金融市 第三個恢復營業的傳統市場 金融市政府已經建立一套防疫指引 並且會依市場不同狀況進行調整 希望在防疫要求下 讓攤商維持生計 消費者也能安心採買 記者張啟騰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目標的 在 責任